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暗滑鼠就能带你回到老时光 在这之中更有不被舞 六年级声称为每看必哭 长大不敢再看的星星知我心 昨夜多少伤心的泪涌上心头 只有星星知道我的心 今夜多少失落的梦埋在心底 只有星星牵挂我的心 四十年前 每当歌手蔡信娟的歌声轻柔唱起 大人小孩就知道该坐到电视机前 还不忘随手拿一包卫生纸 因为看着孱弱拖着病体的单亲妈妈 含泪乘着蓝色皮卡 替五名孩子找寻何时领养家庭 画面实在太令人心疼 标榜绝无色情暴力 绝无怪力乱神的星星知我心 1983年在台湾电视台播出 由资深导演林福帝操刀 邀请从未有演戏经验的歌手吴敬贤 饰演全剧灵魂人物因丈夫车祸骤士 得独自抚养五名小姐弟的古秋霞 只因一次在香港的歌厅 看到吴敬贤唱歌时 面部神情忧郁的特别适合角色 因此独排重义 坚持让他主演 事实证明 林福帝使人眼光确实厉害 吴敬贤在剧中罹患胃癌末期 身边亲人不多 担心撒手人还后 孩子没人照顾 只能亲手将五个小子弟一个个送养 努力为他们建立与养父母的友好关系 他能平安长大 造成这组苦命母子的去向 都成为全台每晚关注焦点 一度标出收视率60%的惊人数字 还让台式打破新闻局 电视节目制作规范的三十几限制 成为老三台第一出 有四十级长度的电视剧 三十年前 因为电视剧《星星之我心》 成为全台湾最苦命妈妈的吴敬贤 十三日上民事美凤有约和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大跳 红遍全球的奇马舞 还重新诠释《星星之我心》圆曲 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 一看到吴敬贤就笑 我们两个人都是未婚就开始演妈妈的角色 一看到你就觉得特别亲切 也特别有感觉 吴敬贤自从多年前口腔舌头出现病变 已经许久位在荧光幕前露面 吴敬贤透露现在每天生活都很开心 除了教教大家唱歌 其中还包括台语歌 还有时常和朋友相约爬山 合作其他运动 比在当艺人的时候更健康 也更多朋友 在荧光幕前 总是给人中规中矩的吴敬贤 在节目中不但分享运用三色胶和苦茶油料理 出来的健康料理 让陈美凤直说 对于不会做菜的我 每一个来到节目中的来宾做的菜 我都觉得是一百分 吴敬贤还一改作风 现场大跳七马舞 让陈美凤惊讶万分直说 以前以为你就是静静的 没想到看到你活泼的一面 吴敬贤淡定笑说 经过这次生病过后 人生更豁大 现在的我还会交唱台语歌 吴敬贤主演《星星之我心苦情妈妈走红》 在松山社大教场长达十八年 宣布因年长体力不如以往 将不再继续任教 并获颁终身教育感谢奖状 未来教唱工作 将交由景行厅南海林志贤接棒 吴敬贤笑称这是大贤换小贤 吴敬贤是玉女歌手 演出《星星之我心爆红》 没想到被检查出舌头病变 多年前 他决定动手术切除部分组织 却有说话不清的后遗症 但他努力复健 并且坚持娇唱 走出难关 而保养得宜的他 体重始终保持在五十公斤以下 自豪十多年前的衣服 现在还能穿 他现决定退休 出席松山之春寒冬送满活动 即松山社区大学教学成果展 泛美国际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张如君 颁赠奖状给予吴敬贤老师 以表达对其从事终身教育的敬意 松山之春寒冬送满活动 即松山社区大学教学成果展 早前在中轮高中举行 活动在张如君与社区大学校长刘盈归 立委蒋万万与费洪泰 四人共同敲响爱心罗后展开 同时有台北市议员秦慧珠 张茂南 王洪威 松山区长碧秋火 以及基金会董事何修荣 高龄88岁的创办人从树廊总裁 出席参与 身为台湾优质生命协会秘书长的纪宝如 得知张如君举办寒冬送满活动 一口气就捐赠十条石墨烯 被提供给弱势家庭御寒 不叫名师高国华 也热心捐赠热销自产的富贵年财 中华海洋生计赞助海鲜火锅 希望让弱势者过个好年 曾因口腔扁平台选开刀的吴敬贤 为了近日台市要重播多年前的星星之我心再度付出 当年他剧中的五个孩子现都已成家立业 吴敬贤透露 除了人在美国的秀秀史安妮诗连外 其他四个小童星都与他联络上 渴望二十一年后再度同台亮相 二十一年前 吴敬贤主演的星星之我心创下高收视 成功塑造了母亲典范 饰演离癌母亲的她 演技自然生动 感动两岸无数观众 不知博取多少热泪 尤其母亲与五个孩子间的亲情 更撼动人心 他坦言 刚进剧组时觉得好玩 直到看见林福帝导演骂人后 才绷紧神经 认真看待自己的演出 每次演出都追求一次到尾部NG 一场拍跪地爬行的喜 因为于太过投入 致双膝破皮流血 近年来 吴敬贤持续主持广播节目和唱歌教学 前者挑战直播 后者的学生也变成自己的朋友 他还挑战教台语歌 半退休的生活更丰富而精彩 二十一年后 台市要在十点档重播该剧 召回吴敬贤 他也主动帮忙找回五个孩子 当年剧中的小童星长大成人 也都成家利益 吴敬贤笑说 真的人生如戏 戏中我要找回他们 戏外也是一样 其实这几年我跟他们断断续续又联络 秀秀目前住在美国华盛顿 因为距离远 诗莲 东东则在杭州开餐厅 佩佩很优秀 在深圳当律师 在深圳当律师 长台湾 大陆两地跑 弯弯在卖南北货 每个人都有一片天 吴敬贤说 今年过年 几个孩子想到他 还会打电话给他这位荧幕妈妈拜年 弯弯 东东各自成家结婚时 他这位妈妈还是做上课 他说 小弯弯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妈 东东的变化更吓人 我们碰面根本认不出彼此 他长得又高又壮了 跟小时候两个样 近年 除了来大陆主演了孙树培指导的 二十七集电视剧 真的不想走 两年多前 吴敬贤手术后一度无法唱歌 靠着复健与运动 现在已能开口交唱 他说 我每天固定爬山 一星期四天 在三所社会大学教唱歌 状况非常好 只比以前瘦了一点 他说 当得知近日电视网视栏目 把星星之我心等港台 及大陆经典剧集 一起列为观众心目中的 经典回顾剧集 及台式将重播新剧 他好开心 当年剧情他几乎到北如流 只是我不太敢重看 每看一次就难过一次 想到当年拍戏的过程 真的会流眼泪 学久未参与戏剧演出的资深演员吴敬贤 过去因演出林福帝导演指导的星星之我心 获得金钟时候头衔的他 这次再次与林导演合作 在四月旺语里挑战首语演出 吴敬贤向媒体抱怨 学首语相当困难 自己只能看着影片一步一步学 直言要不是导演是林福帝 他绝对不会重出荧光幕 吴敬贤更爆料 林福帝导演在拍摄现场 总是亲力亲为指导演员演戏 有时候还会不自知地 在监视器前自导自演起来 画面相当有趣 六年没拍戏的吴敬贤 因为林福帝再次接演四月旺语 四月旺语描绘台湾从日剧时代 R28事件到近代眷村的断代史 每部届以弯音乐巨博邓宇贤老师 经典歌曲为名 同时也是台湾民间耳熟能详的四季红 月夜愁 望春风 雨夜花为创作依据 将百年来台湾四个不同时代 集由歌曲串联 有层次地传达出 每个时代的台湾特殊环境变迁 希望让台湾新时代年轻人 能够了解过去那段值得怀念 却又陌生的年代 吴敬贤坐在爱河叛开记者会 介绍高雄不老旅行家299 角色文明 网友也在底下留言 又老又穷 想收割老人票 还有没有更老的 白冰冰算年轻的 真的有人看了这些人代言 而想来高雄玩吗 不过 也有乡民认为 满喜欢鸟来母 但讨厌消费老人家 老人不好吗 你们再嫌什么 你们最好都不会老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